不過我要平反一下 因為我講一個 就是今年8月的案例 是宜蘭地方法院 他這次公告有寫出來 是那個凶宅 然後就是我上一趴講說 要講那個枯骨的故事 其實這個還蠻妙的 因為宜蘭有這個房子 它在市價大概200萬 左右的一個公寓 那後來它在94年的時候 就發生就是一家四口 可能就是經濟的壓力 就燒炭自殺 可是95年要法派的時候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交 可能還經過了一些 催收的過程 一年之後去法拍 然後拍到了以後 才發現說裡面已經有枯骨 就是一家四口的枯骨 那時候人家才發現 他們全家都已經燒炭死亡 那後來拍到的這個人 他又把他轉賣給另外一個人 轉賣之後 這個人他把他當成 所謂的工人宿舍 因為有一些就是這樣 他買到凶宅還不願意自己住 那他可能變成所謂的圖書館 就是那種公共設施 或者是什麼佛塔 令作他用 對 比較宗教 感覺上比較震得住 或者說他乾脆就分租出去 變成什麼學生宿舍 工人宿舍 結果他們說鄰居說 也看到這個工人彈笑風聲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對 沒事 但是後來他一年多之後 他也繳不出房貸 這時候又被法拍 可是因為他這時候 再被法拍的時候 宜蘭地方法院他就把它註明說 94年間有發生過 這個燒炭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這個買家你要買的話 你要自己就多斟酌這樣子 就沒想到在今年的8月8號 果然又有一個就是婦人 他就決定 就是姓李的婦人 他就決定把它飆下來 那你看他本來市價200萬 已經拍到第七次樓 已經剩下市價的三成 60萬 然後他57萬就飆到了 但到目前為止就是說 他說他知道這個狀況 但是他並沒有決定 接下來要怎麼用 所以還是擺在那邊 兩個月了 是 好 輝文 我來補充一下 這個我覺得剛剛主持人講 那個鄰居 就是那個案例的鄰居很奇怪 人家問說 人家可能帶個小蛋糕後 你會說 請問隔壁那個有沒有什麼 你不講 我就很怪 不是你那一間嘛 你記不記得那個919 不是他有的時候會擔心 會不會有連帶效應 他附近的房價會疊吧 這個就變成 就像那個919水災的時候 不是高雄不是之前 高雄市不是叫大家 裝那個防水閘門嗎 很多管理委員會都不裝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要去買房子 你怎麼裝這個 你怎麼會裝這個 你裝這個你一定會淹水 你現在淹水 大家都不裝 不裝就淹得一塌糊塗 這個邏輯是一樣的 那之前我們發生過好幾個案例說 現在很多那種大樓 大廈裡面很多小套房 阿帕套這種的 在大門口 兩個喝醉了 然後互砍死了 這樣算不算兇賺 那一整棟大樓怎麼算 之前有那個案例 發生在電梯的 電梯被卡頭了 整個頭都不見 然後就走了 電梯不是在一樓 到十五樓那邊跑一跑 因為我們不散 那這樣怎麼算 主持人我提供一個實際的數字 你知道臺灣一年 一年 這當然是平均的數字 一年 有多少這樣子所謂的 我們講的社會新聞講的 所謂的意外死亡 將近四千人 一年將近四千人 好那當然有分 屋內跟屋外 如果是在屋內的話 都是所謂大家定義的凶宅 那如果我們就用一半來算好了 就一半在 最好一半在室內的話 你一年會有幾間凶宅 就它那個社區 可能是個公共空間 對 發生在那個地方 所以 所以很 其實就是見人見識 凶宅很難 凶宅其實 可以用個角度來看 譬如說有的汽車旅館 有人去燒炭自殺 請你燒炭自殺 知道哪一號房 對 那一般的講就是說 還是有人去到汽車旅館 但是他知道以後 他說你不要給我弄那一間房間 譬如說206 你不要給我206 其他人他住了 他覺得那個 老大你現在一講206都沒有人 那個 舉例而已 那個不是凶宅 那個是住 那去旅館業來講是這樣 因為最早我67年到苗栗 跑新聞的時候 租不到房子 我就 我們那個特派員就弄一個 一個大飯店 完送飯店讓我去住 我就問他說 你是哪一間賣的最差 因為他招待我 不給我收錢 我說哪一間賣的最差 他說有一間 不太有人要住 我說讓我住 因為有個軍人在那邊 自殺 自殺在那個房間 那鄉下地方大家都知道 就不去住了 台北這個汽車旅館 大家印象很模糊 目前沒有人住 但是過一陣子大家忘記 房間號碼忘記 照住 住了也沒有怎麼樣 歡迎回現場 在今天的晚報頭條 就是搶救智利礦工的大新聞 這是全球所矚目的 而且其中也提到說 如果真的一旦卡倉的話 他們將會啟動C計畫 好觀眾朋友看到 這是今天連晚 另外就是美國印鈔救市 那麼全球央行都很頭大 這個鈔票越印越多 那麼美國聯準會再撒錢 收購國債 這是在今天的最新的財經 好繼續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剛剛在講到 這個法拍屋的問題 說實在話 要買法拍屋 我們知道有些人的心態呢 就是因為富貴險中求 可是呢 一定要先考量到風險 還有衡量自己的能力 資深財經記者周一 最後給大家一個建議 怎麼樣去買法拍屋 我跟大家講一下 有這個手板上面 有講到三多 那第一呢要多看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所謂的這個 他有線刊表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 想辦法去要到 那看了這個線刊表 還有查封的筆錄 或者是藤本 你才知道說 現況是怎麼樣 因為他只要 等於說 他是被這個 被查封以後 就沒有辦法進入屋內 去看狀況 所以第二個就是要多問 那實地的查看 再來呢就是要多金 多金為什麼 燕麗剛剛也講過 得標之內 就是七天以內就要長清貸款 所以另外一個 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如果裡面有人租 或有人佔用的話 我覺得這種房子最好不要碰 好謝謝 這是怡怡的這個心得 也提醒大家 良心的建議 良心的建議 好謝謝大家 謝謝觀眾朋友 在今天收看 新台版新光大道 再會